农村小哥剪石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剪石头啊 石头的话有很多新手啊 经常有误区的啊 什么样的石头它分辨不出来的 比方说像这种表皮看着有点黄 它就以为是黄蜡石了 因为黄蜡石的话 我们也比较通常见 它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会有 即使每个地方有的愈化度不一样 如果分辨不出来 它是不是黄蜡石 首先你要给它开一个窗 特别是新手啊 一定要开窗 不开窗的话 你玩上一年 可能你都分辨不出来 是石英石还是黄蜡石 敲一个口 主要是看里面的肉质 敲口它是晶体颗粒状的 它就是石英石 黄蜡石的话 它不是晶体颗粒状的 它是那种蜡质感的 哪怕是黄蜡石 它的肉比较粗 你敲开的话 它也不是晶体颗粒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石英石 它是玻璃制的 跟玻璃是一样的 然后黄蜡石的话 它是蜡质感的 叫好现家里面的蜡烛一样 这一块石头是网友发过来的 先打算用来做手镯 表面来看它的粒还是有啊 这个地方都有好几道了 因为石英石的话 一般都是小粒跟内粒多啊 网友千里条条的发过来 我们给它切一刀 一起来认识一下 刚切了一刀下来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这位刚才一刀下去 黄蜡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 粒的话 还是非常多 上面有很多这些小小的条纹 它不属于粒 但是它看起来也很线粒 这些比较明显的 就是一些粒 然后这个料子 它的幼稽不算很粗 中等吧 切开里面还出现了不同的颜色啊 中间这个心还是白色的 如果没有这些小小的线条的话 这个料子 它的美光度要提高很多 石头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说啊 切开里面的话千变万化的 但是你不切的话 根本就认识不到它里面的构造啊 农村小哥剪石头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